大家好 今天是我一個在香港來的朋友收樓 他來了大約七百個月 他的屋子的門口是這樣的 對著一個湖 大家都很熟悉這個環境 有一個前院 這些舊樓在威爾斯海英國很多 以前這間屋子有一個婆婆居住 婆婆過了生 所以她的子女就把她出手 現在這裏就是後院 香港的朋友很多時候喜歡買一些新樓 但是買新樓未必讓舊屋好 最簡單就是這些舊屋 無論是間隔場也好 或者是用料都是給新樓堅固結實的 因為很多新樓的間隔都不是實場 可能是一些間隔場 我們俗稱的石膏板牆 所以你自己做一些 或者裝一個釣場櫃 各樣東西就比較困難些 同時就是 你那個維修的問題 因為你買一個Flat 現在香港人很喜歡買Flat 其實你是要付管理費 管理費值多少呢 就是你自己的物業價錢 決定的 另外 另外 就是還有一些維修費用 例如你在香港 你那個大廈 就是需要維修的 那些住戶都要付錢的 自己有一間這樣的屋 的話 那維修各樣就自己決定 做地不做 給誰做 多少錢 全部由自己決定 還有 裡面那些牆 或者待會再看看 很多這些舊屋 就算間隔場 都是實場來的 還有那些水喉 絕大多數 如果它沒有換過的話 都是用銅喉的 那如果你新屋 或者新樓 新單位的Flat 或者House 它很多時候 都用一些 即是膠喉的 就沒有那麼耐用的 所以有時候 你認爲買新樓 好過舊樓 那這個觀念 可能都要 改改 考慮一下 剛好收好鎖匙 這就是樓上 這就是廳 這就是廳 旁邊有門 就是廚房 廚房 廚房都可以的 這邊 樓下有廁所 と規向廚房 樓下有個儲物空間 樓下有兩大櫃房 很大 在下面就是後門 這就是後門 這就是Landing 這裏有一個房間 這裏有一個房間 这边是湖景 这边是另外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面对着唐花圆 这边是浴室 屋子都会在楼上全部收拾 放下楼下 再出大门 这两个房间的半独立屋 成交价只有125千英镑 便是免费的 在这个价钱来说 我觉得是超值的 因为这房子当然没有什么装修 但是它无论结构 那个保养外观都可以 加上它是旧楼 我也提过 因为旧楼有很多优点 其中一个就是那些墙壁 我查过 全部都是实墙 现在的价钱 可以买到一间这么好的房子 我认为是屋主的屋子 其实这个屋主来了七个多月 在这七个多月 他那个经历 其实很多想移民来英国的BNO的人士 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因为他就是和我五岁的儿子过来 和老公 老公有时就要回到香港 所以之后都只剩下他和我儿子生活 但是他都没有放弃 那么他最大的优点 就是他当然肯去试 去冒险 他最大的优点 就是他肯去听别人的意见 还有人很谦卑 很有礼貌 那好像我和老婆 这样 就是对他的评价相当高 他初来的时候 他说他的英语水准不是那么高 那确实是 但是经过这几个月 因为他肯去试 他自己的样子都是自己亲身去做 所以他的英语的能力 我可以说到现在来说 他是突飞猛进的 他是完全可以适应 和可以应付在这里的生活 那我记得在大约去年 他说想过来和我儿子 他说很希望像我们那样 可以在这个湖边有间屋 那就最好了 但你怎么也想不到 他过来七个月之后 他的理想就达到 他能够有这个幸福 其实全是他自己的功劳 所以大家只要肯试 可以肯想去冒险 不要怕吃虧 其实每个人都要得到 同样的结果 希望大家能够努力 为自己的前途去打拼